一到了夏季 生蚝就到了每年谈恋爱的时间 忙着谈情说爱 没功夫长肉 因此夏天的生蚝又手又柴 非常难吃 生蚝们这样透支自己的身体怎么行 我们要吃生蚝 全年都不能断 于是科学家煞费苦心 一项伟大的发明出现了 普通生蚝基因里有两套染色体 而科学家居然给生蚝搞出了三套染色体 简称三背体生蚝 而这活的特点就是 霸气侧楼 不不不 是不孕不育 这活基因里就没有一种思维叫做 找对象 于是别的生蚝搞对象 他在吃饭 别的生蚝生蚝了 他在吃饭 别的生蚝玩都找对象了 他还在吃饭 相信我 如果你此生对找对象毫无需求 你一定也会长得五大三粗 于是全年每个季节 都肥美可口的生蚝 就这样出现了 辛苦了 单身肥宅 好小胖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